來了 一名女子快步走出店外 還不時回頭要女兒趕緊跟上 就這台車要進來 然後妹妹你們看到妹妹 現在人肉站車位 小妹妹在七樓外走來走去 還不時左右張望 看有沒有車子靠近 原來是受媽媽吩咐 要把停車位顧好 不過一旁的黑色轎車 發現是人肉站位 就直接停下 家長回來後發現車位沒了 氣得留下是條嗆蝦 說我們台北人都是這樣停車的 一劈頭就說車主實在太無力 趕走小孩停到自己的位子 甚至大言不慘地表示 人體占車位在台北可是非常普遍 這番激烈的言論 讓車主氣得po往要民眾平平理 不過這種誇張的行為 過去全台都常發生 為什麼我們不能去 我不知道就是你 不能先下來啊 你現在來的香甜啊 說先下車車位就是自己的 台中這名女子 同樣以人體霸占車位 遭到民眾錄影檢舉 而其實這個行為已經明顯違法 可開罰300元 不過要是拿工具站位 最高則是能發到2400元 這種陸霸行為全台層出不窮 只希望駕駛能降薪比薪 不要想偷機取竅 記得檸檬廠隨歡聽播囉